各位觀眾歡迎收看今天我們頻道 今天是2022年的7月10號 我們剛剛在前面呢搶救這個大死孔雀痘 大死孔雀痘呢沒有找到這個咖啡木杜爾的身影 然後我在旁邊呢在稍微 旁邊的這個植物呢稍微再看了一下呢 結果發現呢這個 辣梅身上呢居然有 感覺好像有 可能有咖啡木杜爾的蹤跡啦 我們把它來檢查看看 然後順便給各位參考參考多一點嘗試 因為很多花油沒有碰過 不曉得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當場帶各位來看看 好從這個角度呢我們來看呢 這個位置呢有一個 感覺有蟲 不知道是不是蟲在裡面 感覺好像像什麼菌 感覺有菌的感覺 還是什麼蟲啊在裡面咬 然後呢排泄物 這個時候呢你又把它清掉了才知道 然後看看有沒有洞 啊有洞 確定有洞在這裡喔 所以呢這個情況呢就表示說裡面有蟲 這個時候呢我們 因為這個是木石布 跟剛剛前面布他一樣 我們刀子沒有辦法割 這個時候呢你要把它找出來 然後處理掉 不然他以後這邊整隻都會斷掉 那我們去拿個剪刀過來 通常呢這個蟲洞如果在這呢 他就有可能在下面這一段 有可能啦 驚艷 我們從洞孔剪掉 檢查一下 上面看起來沒事 沒有洞 下面 好像他只有咬前面一點點而已耶 感覺這個蟲可能很小隻喔 洞孔好像沒有很深 沒有找到蟲的痕跡 有洞 有洞在上面 沒有看到蟲 沒蟲 沒看到蟲 這蟲呢 奇怪 剛好又跑掉了 我們怎麼這麼倒楣 遇到兩次都沒看到蟲 還是蟲被我剛剛不小心被我剪掉 這個洞很小啦 看起來蟲很小隻 應該不會很大隻 當然他也有可能會跑掉 就是 也許 這個可能覺得不可口就跑掉了 又不知道跑去哪裡 有可能跑到旁邊的樹枝 鑽來鑽去 就知道其他會枯枝也有可能 很討厭 對付這種 鵝類幼蟲呢 建議啦 你看看身上是否有那種白漿菌 想辦法找出 鵝類幼蟲會害怕的白漿菌 然後 把它掛在周圍 因為這個菌呢 只要感染到這些 鵝類幼蟲呢 或者是這些菌呢 只要佈在這附近 只要這鵝類幼蟲碰到的話 就會被寄生 然後就會死亡 那如果你是用 梳粒菌直接噴的話呢 這梳粒菌呢 它必須讓昆蟲吃到它才會死 因為這種鵝類幼蟲 它主要是鑽在這個樹枝裡頭去 所以一般 一般我們梳粒菌噴不到 噴到外面呢 它吃不到 所以梳粒菌的效果不大 建議用白漿菌會比較好 或者是黑漿菌 好 我們來看旁邊 這隻也有 我剛剛發現呢 這邊呢 也有這個痕跡啊 也有被蟲咬的痕跡 只要是被蟲咬都要檢查 剪掉 剪掉 給各位看一下 有個洞在這裡 這次這 哇 這個也有洞 到這邊就停了 在哪裡 這裡嗎 找到了 OK 我們換個位置 拍給各位看一下 OK 我們看到這個蟲呢 在這個洞口呢 已經準備要爬出來的感覺 還是鑽進去 有沒有 有一隻 把它夾出來 看能不能夾得到 剪斷 不見了 還好把它找回來 不見就糗了 不見就很好玩 看樣子 好像是從旁邊 這個皮的位置 開始咬 把皮扒開來 把它抓出來 給各位看一下 這小隻的 很討厭 這種 這種蟲 比較容易發生在台灣的平地環境 那山區的話 有些朋友呢 他碰到的可能是 天牛的幼蟲 不一定是咖啡目督蛾 那像我們這邊呢 我們每次拍的 都遇到 都是咖啡目督蛾 在搞鬼 很討厭 你看 跑出來了 這就是咖啡目督蛾的幼蟲 有沒有看到 這小隻 出來出來出來 你看這一隻啊 就在搞鬼 就是這一隻啊 這隻啊 有沒有 排泄物 剛剛我們前面 哈哈 沒找到 可能還有更大隻的不見了 小隻在這裡 來 看到沒 那我們把它抓去跟 白將軍 放在一起 看看會不會被感染 那各位未來 如果你 碰到類似的狀況的時候 就參考 我們前面的教學模式 來處理幾個 感謝收看 再會